神学小问答十八 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 问 两千年前在巴勒斯坦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神 不是真的吧 有什么可信的理由 答 真的 有下列可信的理由 虽然这些理由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陈述 一 圣经旧约是犹太人的立国之本 给他们最大的精神指引和力量 旧约先知中众多墨西亚来临的预言 这墨西亚是有神性的 也是为人受苦的仆人 都在新约的耶稣身上得到完满实现 基督徒的新约是绝大部分认真 客观的圣经学者经过严谨的批判研究 都认为有基本历史性的 虽然新约不是一部严格的历史教科书 而是关于历史事件的意义的信仰 神学书 二 耶稣的完美人格 连要迫害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他做人正直 做事不看情面 是就说是 非就说非 没说过谎言 没做过任何坏事 三 耶稣的教导的崇高 特别是宽恕 爱求和征服八端 舍己为人的教导 他不但言教 更是深教 他在十字架上宽恕定死他的人 四 耶稣不是最后狂言 也没有到处吹嘘说自己是神 但他坦然承认是神 并且坦然接受别人给他如同神明一样的称呼对待 这使当时相信一神的宗教领袖们以亵渎的罪名判处他死刑 五 耶稣行很多奇迹 并因此得到许多犹太人的热烈拥护欢迎 这使当时既得利益者的当权者记恨 污蔑他是凭魔王的能力驱魔 或不该在安息日治愈病人的罪人 欲除之而后快 六 耶稣提示他的死是为了替人类赎罪 但他预言死后三天复活 耶稣的复活绝不是他的门徒们的捏造谎言 因为他们没有因为宣讲耶稣复活 以及耶稣为神而得到任何世上的利益 却都心甘情愿此作证而接受鞭打迫害 甚至流血致命 七 两千年来无数正直 善良 伟大的思想家研究后都相信耶稣为神 八 二千年来人手建立的政权不知多少次都改朝换代 而耶稣建立的没有一兵一族的教会 在内忧外患下却屹立不遥 九 耶稣在人类历史上对人心追求真 善 美 圣 所产生的巨大无比的影响力 耶稣教导和自己实践地舍己为人的爱 激励了无数人去改善了世界 信耶稣的人跟反耶稣的人差很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